三国曹魏 东武属汉势力版图中 荆州曾被三家势力分割的犬牙交错 关系错综复杂 成为不仅是三家斗智斗勇的前沿阵地 也是一出即发的火药桶 其中 兵家必争之地均是种着江陵城 三家都曾经拥有过 且演绎了不同的故事 东汉荆州最初治所在武林郡汉寿 后来江陵城为荆州治所 出评元年 荆州刺史刘表单枪匹马赴任之时 宽月说 南郡江陵 北守襄阳 荆州八郡可传奇而定 所谓八郡为长沙郡 陵陵郡 贵阳郡 武林郡 江夏郡 南阳郡 南郡 张陵郡 曹操夺取荆州之后 废除张陵郡纳入南阳郡 刘表控制荆州之后 虽至所迁至襄阳 但在江陵囤积大量军用物资 他是荆州南部中心兼军事重镇 以至于曹操唯恐江陵城被刘备占据 清帅其精锐之中精锐之兵 虎报其五千人 一日一夜持聘三百余礼 追击刘备 终在当阳长板击溃刘备军队 曹公已将陵有军时 孔先主拒之 乃是资重 清军到襄阳 闻先主已过 曹公将经其五千吉追之 一月一夜行三百余礼 吉乌当阳之长板 先主其妻子与诸葛亮 张飞 赵云等数时起走 曹公大获其人重资重 三国至先主传故此 江陵作为军事重镇的重要性 无庸置疑 有意思的是 三国时期 他是唯一被曹魏 东吴 蜀汉三家都占领过的军事要地 三国围绕着江陵城 这座舞台上都演绎了不一样的故事 那么具体情况是如何呢 故事之一公元208年 曹操在乌林惨败之后 留下曹人 徐晃镇守江陵 自己返回北方基地 周瑜率领数万人马进攻江陵城 其先锋数千人献兵临城下 曹人组织三百名勇士 由手下部曲将领牛津率领出城迎敌 但寡不敌众 三百人被曹军团团围住 城上看到此景的曹人怒气冲天 不顾属下们阻拦 带领数十名壮士冲出门去救援 曹人越过河沟冲入敌阵 救出牛津等人 但回头看还有些兵士被围困 于是曹人在冲入敌阵救出士兵 顺手砍下数名敌人 或许敌兵被曹人之举下破弹 开始撤军 曹人凯旋而归 城内士兵们都惊叹不已 大声欢呼说曹将军真是天神下凡啊 当时身为同盟军的刘备也率领二千水军入下水 截断曹人的后路派遣张飞跟随周瑜一同围攻曹人 必为于云人守江陵城 城中良多足为吉亥使张义德将千人随亲 兴奋二千人追我 相为从下水入截人后 人文无路必走 予以二千人一支 无路敌我两方经过数次交手 曹军损失较大且远离大本营 坚守一年之后 曹人终于撑不住 弃城北上襄阳 周瑜被孙权任命为南郡太守 驻屯在江陵 不幸公元210年 在八丘病死 由吉利提倡孙刘联合的鲁肃接管其职位 曹人以江陵城为据点坚守一年 成功制止孙刘联军顺势北上 从而减少曹魏政权的更大损失 同时牵制一部分东吴军队 而减少东线战场的压力 故使周二当初刘备到京城 向孙权借南郡之时 周瑜 吕范等人都持反对态度 只有鲁肃劝导孙权借给刘备 以当时的实力而言 孙刘联合才是生存之道 只有鲁肃看透此道理 以至于曹操听闻到此消息之后 方作书 落笔屋地 出现了身不由己的惊慌貌儿 再一次证明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常人难于理解其道理 只有曹操 鲁肃辞等决顶高手们才能看透 其实 刘备集团既能安抚荆州百姓 又能在最前沿阵地当炮灰 对于东吴集团来说 也是一桩不亏损的买卖 旅饭劝刘备 诉约 不可 将军孙神武命是 然曹公威力实众 出林荆州 真性未恰 亦以戒备 实福安之 多操之敌 儿子为数党 继之上也 全集从之 汉静春秋当时 上了一大把年纪的妹夫刘备 为了革命事业 也不顾脸面屁颠屁颠倒京城 像比自己差一倍的大哥孙权 伸手好不容易借来南郡 加之南郡毕竟是当时最敏感的前沿阵底 于是任命手下头牌关羽为襄阳太守 荡口将军 镇守江北之地 后来 有点不太放心 于是又调来另一位猛将 一都太守张飞也率军筑囤南郡 加强防御 先主既定江南 以飞为一都太守 争露将军 封兴亭侯 后转在南郡 三国制张飞 转公元214年 刘备与刘彰开战已两年 且围攻落成之时 庞统中流石身亡 深感人手不足的刘备 于是令诸葛亮 张飞 赵云等人率军入署支援 由关羽全权管理荆州事务 建安16年 一周末留张前法正迎先主 史记张鲁 亮与关羽镇荆州 先主自加盟海公张 亮与张飞 赵云等率中宿江 分定郡县 与先主共为成都 三国制诸葛亮传建安24年 刘备自立汉中王 拜关羽为前将军 甲节月 率军北上攻打樊城 初期 备受老天眷顾 连下暴雨导致汗水泛滥 于晋率领的七军被淹没成了瓮中之鳖 于是关羽斩杀庞德 秦于晋 加至梁县 甲县 陆魂县一带的豪强武装摇兽 关羽号令 从而威震滑下 以至于曹操打算过迁都 避其锋芒 然而 孙全生怕蜀汉实力大膨胀 对东吴不利 于是背后插一刀 偷袭了荆州 当时 蜀汉所控军事重镇将临 由南郡太守 弥方镇守 公安由将军 傅氏仁镇守 善待祖武 而交乌士大夫的关羽 处理同事关系不融洽 平素 轻视弥方和傅氏仁 终遭到礼尚往来 负责北上军队后勤的弥方 傅氏仁不积极配合 而造成粮草供应不尽人意 于是关羽放出狠话回去惩治他们 弥方 务事人不可能坐以待毙 加之孙全的引诱之下 两人不抵抗拱手相让两座城池 于是失去后方根据地的关羽 终被吴军斩杀 进而蜀汉政权完全丢失荆州深受打击 兵力本身并不充足的蜀汉 在汉中 荆州两地作战 加之荆州统帅关羽的性格缺陷 刘备大舅子弥方和将军傅氏仁的投降 从而全盘丢失荆州 倘若民方坚守将临城 还可以挽回惨败的机会 但是历史没有假设 蜀汉政权的大战略错误 终导致丢失江临 进而丢失整个荆州 故事之三诸然为东吴开国功臣 安国将军朱智的外省 本姓为师 13岁那年 被当时无子的朱智收养并改姓为朱 从此与孙权一同学习成为同窗 两人关系还满铁 算是发小 公元219年 偷袭荆州成功之后 不久吕蒙病重 孙权问他谁可以接其班 吕蒙回答说 朱然胆识过人 我认为他合适 吕蒙去世之后 孙权次朝五将军朱然贾结 镇守江临 公元222年10月 曹魏吕慈催促孙权前太子孙登入位为志 本来并非真心归附曹魏的孙权 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改年号为皇屋 临将布置军队 并非皇帝的孙权设立自己年号 等于是向世人展示 其余自立不屈服于别人的意志 于是曹魏兵分三路同时征讨东吴 东路由曹秀 张辽 脏霸出兵洞口 中路由曹人攻击如虚口 西路由曹真 夏侯尚 张和 徐晃征讨南郡 曹丕还亲自驻屯碗县坐镇生员 孙权派遣孙城率领一万人在江州设防 但被张和军队渡江打败 无奈撤退 故此 江陵城成为孤城 与外界的联系通道 被曹军全部切断 孙权又派来潘张 杨灿等支援 但军被打退 此时 雪上加霜 城中很多兵士患上腐肿病 能征战的区区五千人而已 曹军又是堆土扇 挖地道 还制作高平台往城内射箭 如同下雨似的 此景 让东吴将士惊慌失措 却难不倒主将朱然 他镇定自若 鼓励将士并刺激攻破敌方两个营 曹军连续攻打六个月 仍不退兵 故此 有些一支脆弱者产生了动摇 江陵县令姚太防守北门 他暗地里联络曹军 准备做内应 但事情败露 朱然依据军法立马斩杀姚太 恢复城内正常 曹军也很无奈 不能攻取只能撤军 自此朱然名声威震敌国 被封为荡阳侯 朱然以五千之兵 死守江陵半年之久 成功击退曹魏数万人 倘若江陵失守 曹军顺流而下支援 在如虚口作战的曹人 则如虚口极其危险 进而离如虚口不远的都成剑 也将受到冲击 其后果不堪设想 故此 说保住江陵等于保住整个冬舞 也不算过分 在江陵城这座同一个舞台上 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 演绎了不一样的三个故事